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20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方对华商品加征关税的基本策略是让中方感受到更多痛苦。 看出来了吧,所谓白宫内部建制派和强硬派之争,不过是表面文章,真正的本质是特朗普为代表的整个精英层对中国看法的改变,和对中国策略的调整。 所以,中美未来的关系,不可能只有谈没有打,也不可能没有打只有谈,必然是打打谈谈,而且打了才可能谈,打得猛烈才能谈得顺畅。 否则,就像这次中美贸易战,中美都发表联合声明了,特朗普政府说,撕毁就撕毁,特朗普为何这么做? 就是因为,贸易战还没打通它,于是在胃口没有获得满足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就认为,通过重新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可以从中国这里得到更多油水。 特朗普政府就认为,特朗普就试图和盟友一起,向其他非盟友国家,发起更大问题。 所以,虽然特朗普的做法是短视的银食卯粮,但由于美国综合国力依然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优势,所以美国这种有准备,不计长远后果,把堵住全押在眼前的贸易战,各国短期内都会有吃不消的感觉,哪怕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也会感受到明显压力。 这也正是特朗普政府认为,他们的政策,可以让中国感受到更大痛苦的原因所在。 当然,美国自己压力也很大,只是这种压力的传导需要时间。 同时,又由于美国对资本市场控制能力超强,又在税收上对各方利益,进行了重大利益输送,所以给了特朗普短时间内很大的政策操作空间。 这也正是特朗普操作时自信爆棚的原因。 商务部长罗斯在听证会上说,美方的基本策略,是对那些行为不当的相关方施加足够压力,让他们认识到延续目前的行为会比同意美方提出的尊重知识产权的要求,感受到更多痛苦。 罗斯所说的,意思是说,他们现在针对中国政策,给中国带来的痛苦,要比遵从他们更加痛苦,从而迫使中国做出让步。 那么,美国对中方的要求是什么呢? 最核心的有两点,一是停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美国要求中国停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感受到了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和中国市场驱动的能量。 所以,美国认为,如果按照中国的发展计划,未来就是和美国竞争,所以要把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基础打掉。 如此,不但对美国科技,高端制造业不会构成威胁,在国家影响力上,也就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了。 直白说,美国就是要逼着中国自费武功,要中国停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计划,二是大量购买美国的高价商品,把我们中国的非常高的储蓄率,通过购买美国的商品,从而变成美国公司的营收。 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一年三千多亿美元,这个贸易逆差这么大是怎么来的?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美国的制造业规模整体比中国小很多,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低。 与此同时,美国一些高技术产品又不卖给中国,这更加剧了这一状况。 其实,这一状况对美国来说一直都是有利的,因为中国商品物美价廉,美国又有整中级发超权,所以这是一直以来对美国来说都非常之好。 然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转型,中国提供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在减少,中高端的产品在增加,这使得中国的商品,对美国商品,本身有一个竞争的压力。 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就更严重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只能缓解,很难逆转。 然而,由于中国的产业在升级,这使得中国市场虽大,但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并不是那么好。 所以,特朗普政府就想通过打贸易战,迫使中国放弃自己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然后把中国非常高的储蓄率化成消费能力,然后大批量购买美国的高价商品, 以换取中美贸易的所谓平衡,变成美国企业的营收,如此,美国的实体经济不扎实问题就能很快得到解决。 所以,美国其实目的就是,通过短期内让中国很痛苦,从而迫使中国在核心利益上让步,并最终划入被美国不断抽血的窘境中。